我是好心不海青 我这个新潮婆会啊 一定会把你打扮得漂亮亮的 有时候丢工作了 为你丢什么我都不怕 你太会说话了 那你来点时代 1月24日起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中午晚间八点 一份的美好时代 在台中市 一名男子疑似酒驾 结果小货车失控 撞上路旁的安全岛 导致车头是严重扭曲 面目全非 而驾驶当时 双脚也被卡在车内 不断的哀嚎 锦销人员立刻出动 电锯跟拖掉车 经过了半小时的抢救 总算是把这名受困的司机 胜利送鸡 画面中的蓝色小货车 整个撞上路旁的安全岛 车头全毁 驾驶伤势严重 虽然还有意识 但是双脚被夹住 卡在车内动弹不得 锦销人员出动大批的人力 要拒开严重变形的车头 还派出拖掉车 抢救受困的司机 花了半个小时 才成功把人救出车外 紧急送医 小货车凌晨 行进台中市的中青路段 结果失控冲撞安全岛 不止整片车门是掉在地上 连前面的座椅也扭曲变形 冲出车外 可见当时撞击的力道十分强大 发出的声响 吓坏了周围的住户 那个驾驶 它整个双脚 全部卡在座位上 整个人卡在座位上 所以它也不断的哀嚎 因为那个 现场驾驶还有意思 受伤驾驶疑似 因为酒后驾车 才会失控撞上安全岛 酒醉上路 糊涂闯破 又添一桩 珍稳李孟章 卢林 台中采访报导